发了不少干货 观看流量不多 今儿聊聊生活 大家乐呵乐呵 大家好 我是张小车 这期呢 咱聊聊天 聊聊我的个人生活 当然了 这一期呢 跟大家选车 购车 维修车 保养车 没有任何关系 就随便聊一聊 正值高考季嘛 我也想聊一下 我的高中生活 我的本科生活 我的硕士生活 以及在这期间 这个衔接过程中啊 怎么求学 怎么求职 找工作的 分享一下这些经历 那这期呢 咱聊一下高中阶段 我高中现在回首啊 感觉我最大后悔的地方 就是没有非常努力的 好好学习 我高中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 我也知道学习的重要性 得学习 得好好学习 要认真学习 要努力学习 但就是没有自己那种原动力 我要逼自己 要百分之百的努力 要时刻都要说 认真听讲 好好地做题 我一定要超过谁 我在排榜大人上进步了多少名 谁又比我前进了多少名 谁谁谁又之前在我后边 现在到我前边 我不研究这个东西 我甚至很反感这个东西 我小时候呢 身边的同学 包括家长啊 包括亲人啊 甚至是家长的同事啊 亲戚朋友 孩子都有同一届的嘛 甚至就在同一学校 同一班的 大家就来回比这些东西啊 你看那谁谁谁 怎么怎么样 你看那谁谁谁都出去了 你要是不好好学习 你毕业就找不着好工作 找不到好对象 你毕业就不行了 就落后了 我很反感这些东西啊 我不爱听 我到我讲本科的时候 硕士的时候 我会讲 我为什么开始好好学习了 为什么一定要是自己 发自内心的领悟了 发现我靠不学习不行了 但是我高中的时候真的不知道 而且我高中学习的一个状态呢 也包括一些为人处事 一些性格啊 有一点爱憎分明 就是我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同样一个科目 它有的部分章节啊 我很喜欢 我马上就学会了 我学得很快啊 甚至说不吹牛的讲 比排名靠前的同学 掌握的还快 掌握的还精通 但是我不太喜欢的章节 或者内容呢 我不愿意看它 甚至呢都不想去面对它 有很多时候呢 我接触到这个题 都是在考试的时候才遇到过 所以说 我就是有这样一点 不是很理性啊 就是说这个东西 不管有用没用 我喜欢不喜欢 我都要好好去学 没有啊 我当时就是很随着自己的性子 很尊重自己的主观感受 这个东西 科目我爱学 我实际学 我没事就做这习题课 我学还挺好 像我个人呢 物理其实还不还不错 然后生物化学呢 一般般 我自己不爱背 但是呢 我愿意做一些力学啊 电工学这些东西 还挺喜欢的 那我 那我除了学习以外 其他精力都放在哪了呢 研究汽车 我高中的时候啊 你让我背于那个化学反应方程式啊 我那个配瓶就配不好 你让我算那个生物的那个概率啊 什么出生啊 遗传病啊 我也算不好 你要问我哪个车 哪一年 什么多少气缸 多少排量 什么卖多少钱 啪啪啪啪啪 全给你背出来 你看我就是把心思放在这上边了 还有那个学习好的同学 比较比较酸 小张 你就一天天都背着东西有啥用啊 你你学习分都都拿不出来 你以后买啥呀 你看这有同学是不是很很现实 很很懂事 我当时就不懂 我觉得啊 无论他去名校 还是我在修车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我当时真就这样想的啊 甚至还有我班那个学习不错的同学 现在去天津大学了 不是现在啊 就当年高考 2010年高考去天津大学了 我当时就问我 我当时跟他讲宾利啊 布鲁克兰那个车啊 在国内卖668万 他问我668万的宾利和668分 问我选哪个 我说选宾利 他说他要选668分 因为有了668分 他可能就会买很多台宾利 我当时觉得 嗯 行吧 我就是那种 别人干什么 我也不评价啊 跟我也没关系 我也不操心 我也不去干扰别人 但你让我现在选的话呢 我可能会选668的宾利 但你现在要让我选的话呢 我可能还 还是选宾利 那时候哪有那么多好车呀 我生活出生在一个东北的四线小城啊 辽宁省的四线小城 那时候街上那个车 就是大那时候大冒车居多嘛 那个林肯汤啊 汤卡啊 凯基拉克的伍德 我记得我们家那还有个叫萨博 那时候叫申保九千 这车我都记住 他在街上走 我都能记住车牌号啊 上次看的就是这个车 这次又是这个车 我就看车 然后其他的信息来源呢 就来自来源于各种汽车杂志 我小时候看我最喜欢看的叫座驾啊 它是时尚出品的 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啊 如果你也有这种感悟的话 我当时觉得那些汽车杂志啊 特别精美 就拍的那个画面呢 不是说现在那些网上很信息化的 而是很有美学化的 那个摄影的很漂亮 你看现在这个车一拿出来 产品介绍或怎么样 大多数呢 都是给人直观的信息啊 前后左右四个对角 四个角 八张图片 全都是展现信息 但以前我看那些杂志呢 拍的很美啊 很漂亮 以至于我翻完这遍 还想再翻一遍 甚至有的里边带折页的广告画 我都收藏起来吧 不敢贴啊 当时都想贴在自己卧室里啊 或贴在家里 贴墙上 家长就说当学习啊 这个呢 我到后期求职的时候也在讲啊 在我读书的时候 天天研究汽车啊 有影响到学习成绩 天天跟同学聊汽车 得谁都跟谁说 老师啊 同学家长 这孩子研究车当学习啊 但等我毕业以后 在通用上班了以后 在福特 在本田奔驰供商 做机械工程师以后 甚至我之后 搞一下二手车和修车的时候 同样的这一批人就说 这孩子肯定有出息 我从小就发现了 从小就喜欢汽车 错不了的 你看 就是这样啊 咱我从小对他们也没有态度 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 我就遵照我自己的内心想法 就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上学 从小学到高中的时候 就没事就爱关注这东西 就包括我做数学题 或者说做一些计算的时候 在草稿纸上 算着算着 这个手啊 就去画七时刻去了 画画去了 画走了 我小学的时候也画 我在桌布上画 然后我什么时候画呢 班机选干 班干部 班机什么选举 就那些人在上面演讲 唱票 说班会 这些活动的时候 我很心里边不愿意参与这些活动 我就在底下画汽车 然后老师呢 跟我家长说 是我上课画的 然后家长在批评我 所以我也很不开心这个事啊 回到我在草稿纸上画汽车这个事 我要画汽车 每次回家之前呢 我都检查一下草稿纸 上面有没有汽车 被回的家长一发现 你怎么做题 什么又画车了 对吧 我得把那几张得抽走 我还不能把草稿纸都不带回家 你不带回家 你是不是没学习啊 对吧 就很累 你知道吧 研究车呢 大家也都知道小张喜欢汽车 那时候有时候学习好的孩子 同学吧 还比较 天天懂呲我 你知道吧 天天研究东西有什么用 研究车有什么用 你分到低 以后什么也买不起 对吧 我当时都没往那想 我当时就觉得 我学习好 有高等学府 很多名校 都有汽车车辆工程专业 我可以做研究 我学习不好 我可以去修车 我可以学手艺 我当时真的就这么想的 这种观念 在一个试重点高中 是一种很不积极的一种观念 我到后边会讲 我在高三宣誓的时候 每个同学都要说自己的梦想 你看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当然这个梦想指的是高考梦想 每个人发出了自己的分数 我要考600分 我要过一本线 什么的 我要考哪个哪个大学带着名字的 还有很多人带着城市名字的 我在我们班高三教室 后排的放飞梦想板子上 就贴了一张汽车的照片 我说我就跟汽车 沿着汽车就行了 向上边有高档学府 向下有汽球学校 反正我也都可以去 我们班主任听了这话 眼睛一愣 但是他好像又没觉得是哪不对 但现在我很感谢我的班主任 他当时没有扼杀我 或者说来否定我什么的 他就是点了点头 愣愣的点了点头 说到班主任 我跟他还有一些小故事 因为高三的时候 大家都紧张备考 上晚自习的时候 同学都闷头学习 老师要单独把谁叫出去谈话 可能这同学最近学习状态 肯定有点问题 或者说哪犯错误了 我班主任就给我叫出去了 到我桌边出来一下 同学都注视我 因为我这人平时也不怎么犯错误 挺不起眼的一个学生 我们班主任把我叫到走廊的窗台边上 他从手中从衣服里边拿出来四个宣传册 是四款车的宣传册 给我来了一句 来吧 给我选一台吧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想秀 但是老师们一直都很严肃 咱也不敢秀 我给他选了个大众速腾和日产奇达 就这两款车 那009年没有太多的选择 就这些车 他说竟给我挑贵的 我还是忍着没敢笑 然后老师说 你的汽车都平时上哪研究的 是不是当学习不 我说没有 就是偶尔看看 有时候去车展看一看 那时候网络信息并不是很通通畅的 更别说什么手机智能手机的 高中生07年到10年 谁有手机 那都条件很不错的同学了 基本都看汽车杂志 穷的时候就买汽车时尚报 3块5人民币一份报纸 多少开我忘了 反正挺后一路 我家翻好几遍的 读这种东西 你看别人做练习题的时候 我在这看汽车时尚报 当然我不带到学校 违规的事我不做 就是下学了以后回家 我就看这些东西 老班主任问完这车了 行了回去吧 别跟同学说 我说行 回来之后接了这几天 老师还总把我叫出去 跟我聊车 又问了我其他别的车怎么怎么样 他之前那是开 他当时那是开极力自由建的 是手动车 就长得像奔驰S前车灯的那款 记得很清楚 隔三差五的晚自己 就叫我出去聊五分钟 同学就觉得 这我是不是犯什么事了 有什么错误了 那时候叫出去的 基本就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学习有问题 第二种可能就是早恋了 谈恋爱了 大家一看这排榜单 我的成绩非常稳定 一直都是班级倒数15名左右 这样说可能难听了一点 班级的55个人左右 我一直都是40名到45名左右 我每次下来的成绩单 排榜单的时候 一张八开指 左边有35人 右边大概有20人 我基本都从右边上面开始往下看的 比较庆幸的是 我还没到说发了排榜单 直接从右半面最底边往上看 大家看这学习成绩挺稳定 一直都在那 然后是不是谈恋爱了 我们高中谈恋爱 你得有条件的 对吧 但是那时候至少比较纯 没想到说家里边谁条件 怎么样 经济条件 物质条件 我高中时候身边有男朋友 女朋友的同学 基本至少有三个条件中之一 第一学习好 第二长得好 第三尤其是男孩子 体育好 打球帅 不是有一道名菜 就三不沾吗 我就是那三不沾 我这学习也不好 长得也不好 所以我一直都没露脸 然后我这体育也不好 然后大家问我怎么回事 我也不敢把老师的事抖出去 我就说没事 没啥事 我越说没啥事 同学就越觉得有事 直到两周之后 班主任买车了 买了个速腾 我们班早上上早的习 早午之前 同学有个爬窗 我看大门 老师开车进来 他放风 班主任的车一进来 他就给大家放信号 那谁班主任来了 大家注意 别玩了 赶紧学习 班主任那天换车了 他没注意到其他老师什么车 所以他还在那等班主任 以前的吉利自由建 这班主任都走到门口了 那谁 你别趴窗台的 赶紧下来上自习了 学习干什么呢 这家给他吓一跳 给大家也吓一跳 自己嘀咕一声 我怎么没看见你车呢 这大家一看 老师换车了 完了之后 老师就不找我了 同学就慢慢可能知道 是不是老师找你聊车去了 因为我平时总在教室里的操场上 叨叨叨叨的说车 有这么一回事 其实回忆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其实我们班主任对我都很好 之后同学会高考毕业之后 老师也拿这个事说 当时总找小张在出去聊车去呢 这就是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所以说我的高中生活都是很随性的 我自己很快乐 我可以看车 然后我感兴趣的学的就比较精一点 我不感兴趣的我就不怎么学 然后总错 总扣分 比较感情用事了 所以希望各位学弟学妹们 尤其是在高中学习阶段 还是要好好学 有很多东西 确实我们毕业了以后 甚至我们长大到社会 到职场中根本就用不上 但是你这样想 一个对你没有用的东西 一个甚至你心里边敌处的东西 你能在短时间之内 把它学明白 学懂学会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东西 来验证和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 就是学习好 不一定就一定能成为精英 但是精英阶层 他的学习能力都是很强的 不一定学位高 但他学习能力都很强 你不感兴趣的 敌处的科目都能学得很高分 比较现实一点的讲 那就学习能力就不错了 对吧 所以说这是给大家的一点建议 不要太性情中人 我就一直这样 没有觉醒 甚至到高考的前一个晚上 我还在想 明天高考肯定能考到 我就是掌握的比较好的 那些的章节 那些内容 所以在最后高考 我一本线都没过 就上了一个省内的 一个普通的二本 但是我所有的专业目标 全都是车辆工程 什么时候意识到不行了 我得学习了 真的不行了 那是我读上本科以后 跟其他大学同专业的人来交流 跟我的高中同学学习很优秀 他也读了机械 读了车辆工程 在吉林大学 在上海交大 同级的同学一交流 我才发现资源和信息差异是非常大的 我得好好追赶了 但想着现在这道理不很简单吗 人往高速走越高的地方 这个资源信息 那小时候不懂 2010年高行的时候 我才多少 我19岁 当时也没有那么多通畅的信息 当时就觉得自己 只要对汽车有热爱 凭借着一腔热血 马上自己就能够做好 哪怕走点弯路 哪怕多吃点苦 一定能做好的 肯定是有一点自负了 肯定也有一点傻了 傻傻的成分在里边 但至少我过得很快乐 确实挺开心的 因为我读高中的时候 没有忧患意识 没有竞争意识 说白了 就感觉差不多的行 差不多找个工作也行 没想到生活压力求职发展过程中 一步步的都要紧紧的跟上 根本就没那么想 所以说我到本科以后才发现 这个信息资源差不少 这以后的机会机遇 这真差的不少 不行了 我得努力学习了 我得追赶追赶别人 这个追赶不是说一定要攀比谁 我比你强 我一个月多比你赚多少钱 不是那个 就是要自己在这个行业里 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做得更好一点 为了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也为了自己在汽车上边 有更多的见识 有更多的机会 机遇 OK 这一期就是这样 下期讲一讲 普通二本车辆工程 我在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怎么样尽可能多的 更努力 做到更好了 汽车文化 产品 消费 市场 商业 我是张小车 我们下期再见